首先要带您来关注的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进行了电话会谈 这场会谈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深深呼唤 而习近平表示透过外交谈判来结束俄乌冲突 但泽伦斯基重申俄军必须要撤离乌克兰跟克里米亚 双方是各自表述没有交集 但国际社会仍然肯定这一次会谈的意义 不过在战场上乌克兰的反攻正在悄悄展开 俄军察觉到了乌军进兵 轰炸的次数明显增加了 而西方也提供了乌国的战车全数到位 盟军指挥官也进行了战事的模拟 认为现在乌克兰反攻是有优势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进行电话会谈 时间长达一小时 这是俄国入侵以来两国领袖首次对话 习近平表示应该透过外交谈判 结束俄务冲突 泽伦斯基则重申 俄军必须撤出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恢复乌克兰在1991年国际公认的将界 尽管双方只是各自表述 但泽伦斯基认为对话仍有意义 中国大陆也透过国营电视台公布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 习近平指出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 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习近平的谈话中 完全避开俄罗斯和战争这几个字 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尽管斯基也不愿意破坏对话气氛 没有指责中国拒绝责促俄罗斯的侵略 只强调中国的立场对俄罗斯战争是重要的信息 习近平在谈话中表达对爆发核武战的忧心 呼吁核武国家要克制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 共同管控好危机 会谈结束后 乌克兰立刻宣布任命前内阁官员 担任新的驻北京大使 中国也宣布将派遣特使 前往乌克兰和其他国家 斡旋俄乌和平谈判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美国和法国对择席会谈表示欢迎 不少欧洲国家认为 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 可以对核谈发挥重要影响力 乌克兰前线的反攻行动 有悄悄开始的迹象 东部巴赫姆特前线的乌军正以苏联时期制造的榴弹炮猛轰俄军 北约国家承诺提供的战车几乎已经全数送达乌克兰 俄军近日的轰炸次数明显增加 可能是察觉到乌军逐步逼近 乌克兰政府对反攻十分低调 但网路上已经有前线进攻的影片流出 乌军正朝南部 遭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普尔事前进 乌军还突袭俄军的铁路运输补给 美国欧洲最高盟军指挥官表示 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战争模拟 认为乌克兰反攻行动有优势 一些突袭行动很成功 美国也将继续提供军事情报上的协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